狂犬病疫情延烧,造成许多宠物四族的恐慌 不但流浪犬数量增加,刃养的民众也瑞减三成 财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8日在百货公司广场 举办我爱米克斯活动,宣导支持刃养不弃养 请民众以刃养代替购买宠物 并邀请新科金曲歌后李亚莎为代言大使 轻轻摸摸狗狗的头,趴在地上的小黑 一副温讯的模样惹人连暗 其实小黑不是品种狗,而是只米克斯狗 也就是混种狗,台中市鼓励民众认养米克斯 请来李亚莎代言 米克斯它跟一般狗狗一样,它都是一条生命 它们也是非常聪明,它们非常忠诚 绝迹半世纪的狂犬病重现台湾,疫情延烧 不只流浪狗数量增加,愿意认养的民众更少了 被弃养数量最多的米克斯更是乏人问津 动保防疫处官员为米克斯证明 米克斯是很适合在台湾饲养的动物 因为它中心,然后它的疾病也少 狂犬病是在于野生动物身上 目前跟狗是没有关系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疫苗 做预防 动保防疫处强调,收容的狗狗都会先经过绝育 施打疫苗跟训练 将理想养狗的民众 不要轻易距米克斯与千里之外 新唐人有的电视 秋天起台湾台中测访报道 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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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